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在增强身体抵抗力方面有很大效果 另外 山楂还能帮助对抗 因肾上腺素伊涂和糖引起的高血糖 能在增加肝糖原鼠肺的情况下 却不会影响血糖的含量 适合糖尿病人的水果二 石流进入到秋天后 各种水果摊中都出现了石流的身影 对于这个水果 许多糖尿病患者是避而远之的 因为觉得石流实在是太甜了 但实际上 从糖分上来看 石流在水果中 只是属于中等的范围之内 糖尿是可以适量食用的 而且石流当中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钾 美 磷 维生素C等多种有益成分 只是大家食用的时候 要控制好量 适合糖尿病人的水果三 离秋季的空气湿度偏低 很多人都会觉得喉咙不舒服 想咳嗽 而离可以说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 最好的一份克制秋道的礼物 虽然离吃起来也比较甜 但是生糖能力却不高 糖尿病患者一次吃上半个 一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离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可以减缓食物的消化速度 也能一定程度上 帮助稳定餐后的血糖水平 还可以增强饱腹感 避免吃得太多 适合糖尿病人的水果四 柚子柚子的生糖能力非常弱 是秋季里非常适合 糖尿病患者的一种水果 中医上认为 有肉胃肝酸 性寒 肠吃有健胃 润肺 苦血 清肠 力变的作用 而现代医学发现 鲜幼肉中含有一种 类似胰岛素的成分 是糖尿病患者的理想食品 另外 体重超标者也可以多吃鲜柚子 有不错的减肥效果 最后 爆炸营养克糖尿提醒各位糖尿 一旦吃了水果 就应该将主食减量 比如 吃了100克的水果 在下一餐的主食 就要少吃两口了 而且最好在两餐之间吃水果 不要在餐后马上吃水果 否则会让血糖增幅太大 各位朋友 你身边有糖尿病患者吗 你还知道哪些糖尿病人吃饭 要注意的事情吗 不妨在下方评论局留言 分享你的生活经验 我比较该高 味道尿病患者